看新闻 开视野 欢迎收看今天6月12号的公示首语新闻 头条新闻来看 根据法务部的统计 查获K他命毒品公斤数年年成长 而现在暑假就快要到了 立委就忧心会变成年轻学生在外全聚拉K的高危险期 因此要求相关的单位一定要在暑假期间加强查气 K他命变身混入一口一个的小果冻 或是花茶 三合一咖啡 甚至鲜渣糖 这些都是毒贩为了躲避查气的障眼法 甚至把K他命混入香烟 立委秀出各式变身后的K他命要求相关单位加长查气 根据法务部调查 近年查获的K他命数量年年上升 从2012年的2111公斤到2013年2393公斤 攀升到去年3000多公斤 光是一年就成长了将近四成 立委担心暑假快到 年轻学子恐怕在校外聚集拉K 根据法务部统计资料 近几年查获的K他命 与有八成来自中国大陆 法务部表示会和对岸相关单位配合 加强查毒 也再度呼吁年轻学子 拉K容易导致肾衰竭 终身包尿部后疫症严重 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记者需要王金东台报道 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是报道 今年国中毕业生首度适用调高毕业门槛 结果有三万多个学生毕不了业 远高于往年的不到百分之五 而联合报的头条也是 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 今天晚上六点开始 预计礼拜天上午十点会公布民调结果 再来看到自由时报的头条 国军自制已经量产的云豹甲车 爆出了采购弊案 当初底价七十八亿的标案 中心订供用四十八亿元就得标了 动力底盘系统传出是用中国制作的刺激品来替代 造成云豹甲车经常性的故障 检调在昨天是兵分了三十七路 北部中部同步的大动作来进行搜索约谈 进口轿车开进调查局终极站 下车的是中心电工董事长江义福 旁边还跟着两名调查员 因为中心电工标下国军云豹甲车采购案 现在传出弊案 包括江义福在内的多名高阶主管 都被检调单位约谈 而国防部及位于南头的军备局 二零九场也遭到搜索 检调单位他们现在还在约寻调查 跟了解当中 那有没有设弊 我们国防部的立场就是配合调查 据了解国防部军备局办理总额 七十八亿元的军事甲车采购案 二零一二年由中心电工 义荣和企福三间公司共同投标 因为中心电工是上市公司 出面代表投标 但底价七十八亿元的标案 中心电工却以四十八亿元得标 检调透露 云豹甲车量产后 甲车动力底盘系统 以示用中国刺激品代替 经常出现动力底盘损坏 而甲车钢板也有严重裂痕情形 十一日大动作出动十九名检察官 两百多名调查员 兵分三十七路搜索 并约谈四十五人 台中地检将朝违反政府采购法 正办 国民党总统初选民调将在今明两天进行 唯一参选人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 能不能跨过百分之三十的门槛 答案将会在后天礼拜天揭晓 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 才刚举办完证件说明会 对于十二号启动的房砖民调 洪秀柱显得信心满满 评论媒体也随即做了份对比式民调 苹果日报当中 洪秀柱赢过民进党的蔡英文 将近四个百分点 王金平则落后蔡英文将近十个百分点 洪秀柱支持度领先 但自由时报的民调当中 王金平与蔡英文的差距最小 这可能他真是个迷幻药啊 你不以为自己真的很好了 他脑袋要清醒一点 我们要更加努力往前走 获得前政务官大力相挺 甚至组成国安顾问团 现在前政务官纷纷相挺 包括前协院长陈冲 以及前国发会主委管中敏 更表态唯一支持洪秀柱 对外界质疑 王金平最近比较少主持院会 恐怕有技术性卡红 把洪秀柱绑在立法院 王金平说重要的事情自己挑 一般的事情请副手帮忙 一直都是这样 国民党总统人选求不定岛内属一的A咖 巨战 洪秀柱一路过关展向 支持度不断提升 从不被看好 现在也被认为已经晋级到A咖 从抬轿向坐轿迈进了一大步 记者林姓陈兴龙台北报道 而另一方面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是结束了 访美的行程 回到台湾之后没有休假 行程满党 昨天是到了桃园 跟劳工朋友座谈 针对民进党还有三十个艰困的选区 还没有提名 蔡英文她表示 要加速与第三势力的整合 房美才刚回来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行程满党 来到桃园姚梅参观台铁台北公务团 并与劳工朋友座谈 蔡英文认为台湾劳工的薪资 工时跟安全环境需要改进 针对民进党还有三十个立委监会选区 还未提名 蔡英文表示 要加速与第三势力整合 目前在新竹县 去年与民进党合作的前新竹县长郑永金 虽然民进党希望郑永金入党 但还是尊重他的意愿 在新竹县不提名处理 而原本有意接受军召参选台北市 第五选区中正万华的立委李应元 为了让民进党有更大的空间布局 决定放弃参选 也让第三势力出现的机会大增 而针对全台许多高中生 站出来反对柯刚为调 蔡英文认为政府处理要更谨慎 而面对中国大陆国台办不满蔡英文 不提九二共识 只表示会继续求同存异 要蔡英文说清楚 两岸是什么关系 蔡英文冷处理 强调民进党对两岸关系的基调 没有改变 台北市联政透明委员会 宣布了五大案的调查结案 备受争议的大巨弹案 跟美核式案 建立是要移送法务部 而三畅数位园区 以及松英文创园区 则是移送监察院调查 至于双子星案 是宣布查无不法 这个结果也让外界质疑 柯市府的查案态度 根本就是雷声大与点小 北市五大案 联委会昨天正式宣布调查结案 而五大案只有四案移送 其中远雄大巨弹 与新店的美核式案 建议移送法务部 至于三畅与松英文创 则是建议送监察院 另外当时宣腾一时的双子星闭案 最后宣布查无不法 无人移送 让外界质疑 柯市府查案雷声大与点小 我们只能做行政调查 没有办法做司法调查 所以只能做在司法 在行政调查方面 指出说哪些有疑问 那剩下就交给司法机关去处理 雷声是够大的 至于那个会不会下雨 那个是 那个是司法机关要去处理的 柯文哲澄清北市府 只能进到行政调查之责 不能乱扣罪名 但前台北市长郝龙斌 批评这五大案 柯市府根本是先画把 再射箭 预设立场 自导自演 而部分的台北市议员也质疑 联委会宣布结案结果 根本是多此一举 高举侵放 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等于回到原点 没结案 北市府五大案中的美和氏案 宣布移送法务部 日盛生回应 认为争议在仲裁中 而且全部都有提出本票 博士联委会诈气的说法 而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幕僚表示 目前已经掌握北市府联委会 明知并无部法 却还视而不见的证据 下午与律师会商 严领提告 记者黄历委张国梁台北报道 八年多前 发生在花莲 震惊社会的五子命案 当时五个年纪分别 从十到十九岁的孩子 双眼被蒙 双手被绑 沉湿在自家的浴室里 但是父母 刘志勤 林真敏夫妻 却是下落不明 警方还发出了通气 而就在十号 有民众在距离命案现场 两公里的山坡地 发现了一男一女 两具遗骸 由于极具地缘关系 加上骨骸的身形 跟衣物和失踪的父母亲 相当类似 检警高度重视 来到花莲吉安乡的 慈云山火葬场旁的小镜 十号民众就是在这里 发现两具白骨 其中一具还包裹着睡袋 但因为现场没有留下任何遗书 或是皮包等身份证明 警方只能从已经胎化的骨骸 大小认定 大概是一对男女 由于发现骨骸的地方 距离八年前 无子命案的现场不到两公里 极具地缘关系 不少人都认为 这就是当初失踪的父亲 刘志勤和母亲林真米 但警方强调 目前还无法证实 只能将骨骸送刑事局 做科学鉴定 从现场可以发现有一个金框的眼镜 从现场可以发现有一个金框的眼镜 这个金框的眼镜跟这个照片上过去建党的照片有几分的神势 除此之外目前还没有办法跟无子命案做连结 年龄跟身材是不是相反 有部分相反 而这起震撼全台的无子命案是发生在2006年9月 当时花联警方获报吉安乡一处民宅内 有五个孩子被杀害 手脚捆绑被妻子在三楼浴室 而他们的父母亲却人间蒸发 警方一直无法掌握到这对夫妻行踪 所以高度怀疑 无子命案的凶嫌就是刘志勤和林真米夫妻 但如果这对遗骸要是真的确定是他们 无子命案的真相恐怕要石成大海 记者文家看 欢迎报道 虐婴事件又一桩 桃园市一名年轻母亲 十号深夜 疑似跟丈夫发生了口角 情绪失控 竟然把三个月大的男婴 丢进了龙潭大池 所幸刚好有民众路过发现了 立刻报警 并且跳进池子里 救回这一名孩子 而这名狠心的妈妈 因为涉嫌杀人未遂的重罪 被法官裁定收押境界 三个月大的小婴儿 脸色惨白几乎没知觉 医护人员拼命抢救 小心翼翼的施作CPR 希望在到院前 能把这条脆弱的小生命救回来 而小婴儿会溺水 竟是生母狠心将她丢进池子里 原因只是打电话时和老公发生口角 没想到一气之下 竟将刚出生才三个月大的小婴儿 丢进大池里 好在有路人发现报警 其中刚好有名 易消健壮 二话不说 跳进池子里救起小孩 男婴被救起时 一度失去生命迹象 紧急送一急救 直到上午才稍微恢复意识 目前男婴生命迹象稳定 而犯下大错的年轻妈妈 则招警方依杀人未遂 移送桃园地检署偵办 家福基金会呼吁 当情绪爆发时除了找方法疏解 最好的方式就是离开现场 近来愿意事件频传 根据家福基金会统计 去年14岁以下的青少年 死亡人数有1283人 而遭虐待致死的在家福基金会 接洽的个案中就有50起 而这个数字还只是冰山一角 桃园虐婴事件 其实凸显这些案件发生 几乎都是大人 情绪控管出问题 小孩子不该是父母亲 压力下的牺牲品 记者黄历委张国良 詹淑云桃园报道 玻尿酸因为有保湿的功效 所以常被当作是化妆品 或保养品的原料 但是玻尿酸可以外敷 却不能够随便的拿来喝 高雄市卫生局最新查获了一批 厂商自称从日本进口原料 制作的玻尿酸饮品 因为产品原料没有经过安全评估 厂商又拿不出日本原厂的 相关资料 已经被卫生局要求 全面预防性下架 粉红色的外包装 一小罐一小罐的养生饮料 就跟市面上标榜 养颜美容的产品一模一样 可是这些都是被高雄市卫生局 强制下架的玻尿酸饮品 这个不是用天然食材来的 这个玻尿酸成分 因为它不是我们传统的 可供食品的原料 不是我们传统在吃的这些原料 所以它本身的安全性 就是不明 玻尿酸有保湿功效 不过纯化过的玻尿酸 没有经过对人体影响的安全评估 不能制成饮品贩售 在一般整形外科 玻尿酸也只能透过注射或外敷 使用在人体 高雄市卫生局昨天查到 称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从日本进口玻尿酸原料 制成HA复活饮产品 光是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卖出4万瓶 被卫生局强制预防性下架的 只剩4350瓶 卫生局呼吁消费者在购买养生或美容产品时 一定要特别注意 记者李慧宜 陈显坤 高雄报道 南韩MERS疫情失控 国内医生就说 因为南韩没有SARS的经验 政府从一开始就轻忽了MERS的严重性 不但确诊时间延误还让疑似病患出国 南韩医院没有做好感染控制 才会导致全球第二大MERS病例爆发的国家 南韩MERS疫情连环报 不但感染人数持续增加 扩散的范围也越来越广 国内医生就说 因为南韩没有抗SARS的经验 政府从一开始就轻忽MERS的严重性 不但确诊时间延误 还让疑似病患出国 就连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也曾说 南韩医院没有做好感染控制 才会导致全国人民 置于被感染的风险中 上个月二十号南韩首例MERS病患 从中东返国第八天出现发烧咳嗽症状 期间去过四家医疗院所接受治疗 当他在第四家医院 告知医生曾造访过巴林 医院也立刻向主管机关通报 没想到主管机关却表示 巴林不是七个危险国家之一 拖延了一天半的时间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形成了防疫空窗期 才会短短不到一个月 就从病房感染扩大到院内感染 截至目前为止南韩疫情 仍在扩散 确诊病例上百人 使得南韩成为仅次于沙烏地阿拉伯的 全球第二大MERS病例爆发国家 国内医界认为尽管台湾 曾有SARS的防疫经验 但这一次的事件暴露出南韩政府 在防疫管理上的诸多问题 都值得我们借进 记者吴耀宇丘福财台报道 五月底由登山客登上了 马来西亚神山裸拍 被指控对神山不敬 引发了地震 夺走十八条人命 而其中四个人被逮捕 十号在沙巴出庭应讯 他们可能会面临罚款 以及三个月的有期徒刑 穿着紫色T-shirt 刻意用头发遮脸的四名观光客 出庭应讯后快步坐上警车 还要看守所 他们是一对来自加拿大的姐妹 一位荷兰男性及一名英国女孩 他们四人涉嫌和其他六名外国友人 在五月三十号登上马来西亚神山 金纳巴鲁峰后脱光衣服拍裸照 没想到六月五号 当地就发生规模五点九的强震 造成十八人死亡 由于神山被当地原住民视为死后 灵魂前往的神圣之地 马国人就指控 就是拍裸照的不净行为 触怒神灵才会导致这起灾难 警方在九号逮捕四名裸拍的观光客后 仍在追捕其他再逃嫌犯 马来西亚神山高四千零九十五公尺 是国内外游客登山的热门景 由于地震破坏了登山路径 在这里 金紫色的 他年代的他业者会带一点紫色 那紫色的部分就是看的话比较强 半直立株型的桃园二号香滑 是桃园区农业改良厂 经过二十五年品种改良 从全台找来三百多株 本土种仙草 终于育成的仙草新品种 香气比桃园一号仙草更浓郁 加上植株糕采收也更容易 台湾每年进口仙草八百五十二公噸 比国内自产的仙草五百一十九公噸还多 近年来桃园洋梅新竹关西地区 推广休耕地活化 种植国产仙草 桃园二号仙草具有香气农 方便采收以及多次采收等三大优势 可以制成茶包茶叶 纸巾也可以熬煮成茶 估计可以增加一倍以上的产值 做有机的只能用人工除草 没办法噴那个发桃子 一般的品种都是九月底 就会开花 那我们的品种到十月底才会开花 那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多采一个月 可以增加一到两次的这个产量 有机栽种的桃园二号 采下嫩叶尾雕烘焙之后 只要冲泡热水就可以像泡茶一样 直接饮用 比过去仙草茶要熬煮四到五个小时 省事很多 改良厂目前推广栽培面积十公顷 预计七八月试卖 未来还希望能够推广到五十公顷以上 记者詹淑云桃园报道 今天的首语新闻通 我们就来看看仙草要怎么比呢 照单字是比仙草 仙是比出字形加上草的手语 如果是在传统市场上看到的仙草洞 那么手语就可以比成 黑色、果冻状、切块、用汤匙舀来喝 或者是用吸管来喝 提供您做一个参考 设完手语休息一下 事后来关心 梅雨季提早结束 今年夏天将会是炎热而少雨 人性贪婪造就了资本主义蓬勃发展 土地、劳力、甚至生命 都是商品都有价格 自由市场剥夺了贫穷国家 自己自足的能力 制造了人为的粮食危机 人生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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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件事 是一件事 我成为党党的 我没有人指定 我做了这件事 我必须活着每天 我必须活着 每天的贪婚 尽贪婚 为要营出的肉 在亚帝 来育兴这些人 资本主义充满动能 却造成社会不公 这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还是它的扭曲发展 周二周五晚间十点 您所不知道的资本主义 欢迎回到手语新闻的现场 五到六月是气象局 定义的梅雨季 但是今年的梅雨 结束的却有点早 民间气象公司表示 从目前的天气状况来看 今年的梅雨季 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而受到了声音现象的影响 今年夏天的天气 将会是高温又小雨 洋火辣辣撑着洋伞 也抵挡不了热浪 才六月初全台各地 都已经出现超过三十五度的高温 接下来一周 几乎也都会晴朗高温 往年平均要到六月中才出梅 但目前附设带高压 已经逐渐往北移动 专家认为梅雨季差不多已经结束了 以未来七到十天来讲的话 整个梅雨封面偏北 梅雨的一个封面 正逐渐在远离我们台湾 所以基本上呢 其实我们已经出梅 是算可以说是出梅 出到一半 天气风险公司分析 今年梅雨季不但特别短 而且相较于过去 大约有三波降雨 今年比较显著的梅雨 也只有一波 接下来的夏天 受到声音现象影响 中太平洋 还有东太平洋的海温都偏高 台湾的天气也将会高温又少雨 预估今年台北高温的日数呢 大概是38到48天左右 也就是说呢 我们今年来讲的话 这个夏天只有一个字 就是热 统计过去台北超过35度高温的天数 气候平均值24天 最近十年增加到41.3天 专家预测今年将高达38到48天 而且太平洋高压增强 虽然将使台风生成数变多 但因为台风可能会沿着高压行进 青台数量可能会减少 而今天的天气如何呢 我们来提供您各地的气象资料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首语新闻 我是王孝书 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公共电视 非常欢迎你 这里有许多好节目